Hello 大家好 我是Isa 文身哥哥 Hello 文身哥哥 我是飛飛 Hello 大家好 飛飛是不是真名來的 是真名來的 真的 飛飛 你自己改還是家人幫你改 當然是家人幫我改 好 厲害 我一出生就已經有飛飛了 是啊 阿飛 我知道你做的行業很特別是什麼 就是做演員 跟你一樣 演員 和私儀 其實私儀呢 其實在香港做私儀或者演員 難不難做啊 其實呢 都挺難做的 但是呢 其實呢 我很喜歡做這件事 所以有多難做呢 我都會繼續堅持下去 繼續我的夢想進化 好了 這個夢想進化 會不會去到馬來西亞 會的 希望馬來西亞的平台 都會可以積極去考慮 就精容我成為他們的電視台 或者任何宣傳渠道 我也很有興趣參加 其實呢 馬來西亞真的有廣東的頻道 哦 是嗎 認真的 是啊 有華麗台 哦 是嗎 其實呢 他們的台呢 更加是播很多TVB的劇 所以呢 他們學廣東話 或者聽廣東話很多時候呢 都是藉著這個台 哦 難怪他們真是多過二年的轉播 還有我覺得呢 你真的可以去馬來西亞發展 是啊 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你喜歡馬來西亞的男人 哦 是啊 其實是說他們是Gentlemen 是啊 很喜歡Gentlemen的男人 還有呢 我相信馬來西亞呢 最特別之處呢 就是其實呢 他們呢 很喜歡 很喜歡 香港的女生的 因為呢 他們看很多TVB的劇 都覺得呢 香港的女生呢 其實呢 嗯 有Q啦 不但可愛啦 而且又很漂亮啦 是啊 最重要呢 吃東西吃很少嘛 哦 沒錯啦 不用請我們說那麼多東西的 我們要選肥的 是不是真的 其實我想問 就是呢 其實香港的女生呢 基本上呢 為了自己的身形 外表 其實是不是都挺辛苦 和都要挺經營一下 嗯 基於我的職業啦 其實我自己呢 不是說辛苦 因為本身都喜歡做運動的 是 那經營自己的身形呢 就一定要的 那我相信 每一個國家的女生都會這樣做 那但是 作為香港的女生更加需要 因為香港的競爭力很大 那你說 那譬如你喜歡做運動 還有什麼喜歡做的 其實啦 我都會喜歡做瑜伽啦 是 然後之後也都會彈琴啦 是 然後之後 跳舞啦 哇 打扇尼斯啦 哇 打耳舞球啦 哇 我想很多很多 我都數不完 喂 其實呢 你是說了六樣 一個星期都只有七天的而已 那基本上你每天都做的了 我差不多每天都做了兩個 哇 那其實呢 今天沒有做 啊 很慘啊 不是 因為還沒過完 對啦 還沒過完 回家繼續跳阿robi 或者跳舞都可以的 是 我發覺很多香港的女生 都是 也是啦 餵著身形啦 餵著外表啦 其實都真的做很多事情 不是只做臉部 躺下給別人做臉部 那不簡單 真的很勞動力的 哦 是 特別在近年 很多人喜歡運動 很多女生其實呢 隨時開口跟我講 跑十公里步都有 哎 那就是我啦 我去年如果不是疫情的話 不是今年啦 其實不是疫情的話 我跑了半馬的啦 哇 那其實你們辛苦嗎 其實不辛苦的 因為呢 跑步呢 就有一句說話 是 together we run further 哦 即是說其實我們一起去堅持 就一起去跑的時候 是不覺得辛苦的 哦 團結的力量 轉結啊 OK 望像飆乾淨跑 沒錯啦 哇 這樣都可以拿到小 其實呢 我看到呢 其實特別是你啦 你有自己最喜愛的工作 做演員 做司儀 甚至做KOL 也都為了這些事情 去鍛鍊好自己的身體 無論是外形啦 身形啦 甚至口才都是啦 那還有你覺得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享不享受嗎 非常享受 是啊 這個簡直是我人生的使命 沒有了這件事呢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過 不是 好像誇張了 其實不是的 你 我想這樣打你 好痛啊 其實呢 就不是的 因為其實當我呢 真的喜歡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真的會放很多努力 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 做到最好 好漸漸 當然啦 我們那些QVB精神 沒錯沒錯 基本上呢 我發覺香港的女生 有一個特色 其實呢 韌力是很強的 是 即是說真的 做一個運動 不是一天兩天 是說一個月兩個月 甚至是一年兩年 五年 是的 經營了之後呢 其實呢 當然啦 你會找到成果的 有一個好的身形 或者一個很健康的身體 另外一件事呢 其實呢 學到的就是那個堅韌度 沒錯 我相信好像今天你這樣說 你半馬你都跑到的 其實你經歷必定是多的了 即是在那個訓練過程當中 毅力 好了 這個時候 給你一點點時間 如果你鼓勵一下身邊的女生 做運動也好 堅韌度也好 你會跟她說些什麼說話 加油 你得的 好身材 你值得擁有 原來就是這樣 是不是很有力量 好啊 希望你今次跑步跑到馬來西亞 好啊 好啊 不用了 那我們下次再跟大家見面好嗎 好啊 再見